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搜尋的應用喔 老師平常因為我們三科比較多對不對 簡報的機會有沒有很多 有 可是 簡報的話圖片要漂亮 那老師都怎麼找圖片 內建 非常簡單內建有一個那個美工圖庫 但是老師不覺得 用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還好一直用下去嗎 哈哈哈哈 老師都問那些 總是覺得還不太夠對不對 因為一看就說啊這考慮你做 很沒意思的好不好 好 偶爾要換換口味 那你要換換口味 有一個很重要 如果你是照片 假設這樣照片我就直接貼進去 那一定是什麼 四四方方的 所以我們要 會用什麼 透明的 如果說我們有學過那個影像處理軟體 這種功能就類似所謂的叫做去背 好去背的功能 那麼其實呢 平常老實不知道有沒有特別用過這兩個關鍵字 有嗎 比較少 平常都碰運氣嘛 碰到這種已經去背好了 拿下來用就好 如果沒有碰到 下次再找找 哈哈哈 但是呢 我們可以積極一點 來 你看喔 我們去找關鍵字的時候 關鍵字的時候呢 其實 您在找 看您要什麼關鍵字 比如說像我上面那個狗的 如果你直接這樣找狗 沒有錯很多 對不對 沒有去背的啊 那些圖書都跑出來 那麼您可以在您要關鍵字後面 空一個 加上 PNG 那麼 PNG的話 是現在HTML5以後 應該說是網頁上的標準 知道他本來這個圖片格式 大家都看得到 好但是呢 這種格式有個很重要的 是他可以帶 所謂的 AVA Channel 我們講的色版 透明度的色版 他呢 一般老師也許有用過那個 那個什麼 微軟Office 裡面不是有一個 點一下 一支筆 然後就設定 透明顏色嗎 對不對 但是那個透明顏色 是僅能設一個顏色 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比如說他有陰影啊 或者 比較複雜的 你大概就是會看到毛邊 白白的毛邊 那麼 這個 PNG這種格式呢 他可以帶256種的透明度 也就是從不透明到最透明 都 可以 那 所以你有半透明也OK 像我們陰影啊 那些都可以 那 你看喔 我一樣的關鍵字加上這個 PNG 看起來好像 有沒有乾淨一點點 當然不能保證說他一定 都是 去備好了 但是呢 你看 比如說你把他點進來 如果你稍等一下下 有沒有發現旁邊 背景變成這樣 恭喜你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把狗狗乾淨的帶回家 不會有背景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 平常老師都會用這樣 複製一下 有沒有 你幹了這種事情 不要說我沒告訴你 哈哈哈哈 你做了這個事情之後 肯定沒去備 來我們試看看喔 我們把這個 這表示 老師用的比較多 因為啊 其實我們 微軟的這個剪貼布 他有一個 蠻重要的區域 他對這種透明度的處理會自動忽略 所以雖然我剛剛 比如說我們就 單純的 我們來套一個那個 板型 好 用 黑色的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好我們就直接來這邊 貼上囉 我剛剛有複製 這個還 這個有 然後呢我看一下 這裡 如果你直接 複製 這個可以 應該是 應該是2003 2007的都不行 他會把那個部分自動去掉 好會自動去掉 那所以 如果這樣2010之後可以 那就沒問題 有沒有 那平常我自己的使用方式我都會直接把他存下來 直接把他定存下來 這樣我在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也有什麼 也有這個 Adobe的有沒有 或其他程式 他在其他程式 像我們在Fotoshop裡面 你如果這樣直接貼進去 他的那個背景就不會是透明的 他也就不會是透明的 所以 這個是 老師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其他應用程式裡面去用的時候 比較建議就是你直接把他存下來就好 那當然也有可能 我去一些地方上課 一些電腦在用的時候我發現 有些呢 PNG他已經是透明 可是呢 他在這裡 並沒有看到這個圖 並沒有看到就是 這種格子狀的 但其實他也是透明的 也是透明的 好 那麼 講完了PNG 我們來試看看 SVG 請問老師有沒有聽過SVG 沒有對不對 PNG的話是一般我們講的所謂點證圖 點證圖 點證圖就像我們照片啊 這樣子是真實的 那麼SVG 就是像什麼 像Flash 卡通的 向量的 因為SVG呢是我們 也是HDMI5.0之後 網頁上的標準的向量格式 大家應該知道現在Flash處境 比較危險 因為行動裝置上不能看 只剩 電腦裝置就是一般的PC跟Mac上 可以看而已 好那這裡呢 你看看 我們加上 SDG 有沒有發現 一樣的關鍵字 可是出來的結果不同 因為你從這個結果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都是什麼 是比較卡通一點的 欸 點進來 稍微這個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又是透明的 所以 不要客氣 拿進來 貼進來 貼進來 這樣不是比較好用嗎 還是你比較喜歡帶著白白的進來 當然是要去備好了 有沒有發現這樣好像我們徒步就多很多了 就很方便 好 當然其實這裡面啊 你可以看到啦 其實 這裡面喔 還有一個網站 因為大家平常比較習慣的office 其實有一個open office 或者我們講的那個 Liber office 其實也不錯 但是 他有一個 那個 因為他們的那個什麼 圖庫比較少嘛 不像office那麼多 所以有一個網站 老師倒是也可以去看看 叫做 這裡面呢 也都是去備好的 也是免費的 也是免費的 open clip up 這個關鍵字 你可以去找找看 這也是很好的一個圖庫 好雖然他上面 你用中文找但 找的比較少 他是用網站 可是呢 他上面這個 就跟 你平常在用所謂的 美工圖不一樣 全部都去備好 而且你可以自己決定什麼 多大 很特殊 他上面是spg的格式 所以比如說你看我一樣找 這個 好 你找到之後呢 這裡有很多 對不對 那 假設這個 點進去 他很特別就在於說他本身 這個圖片大甲 比如說老師 如果你要做 把他做成大張的 像海報這麼大張 那麼在Google這邊 你在找的時候 當然你就要搭配一個 搜尋工具 是不是有大小這邊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倒大型 或者你要指定大小 那麼 這裡的話呢 不用這麼麻煩 因為他本身圖片就是向量的 如果說您今天 我覺得這裡不夠大 沒有關係 你看 他有沒有提供您那麼多格式可以 下載 這個是向量的 然後呢 這是點陣的 他預設是800像素 寬度 寬度800像素 如果您其實覺得 800像素不夠 因為我要印刷 印比較大張 我要2000像素 你就把它打好 然後呢 告訴他我要這個 他就給你2000像素 我這樣放不知道會不會太大 但是其實沒有差 有沒有下載下來了 在這邊 這一張圖片就是2000像素的 這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他本身這些圖片都是向量的 所以要放大縮小 就跟微軟的那個 美工圖不一樣 就比較沒有問題 這個是額外再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所以可能 老師在找這些圖片資源的時候呢 真的不要客氣 很快的就可以找到這種所謂的透明圖 這樣 省事很多 當然如果你有版權的一個 需要的話 這個地方 您可以自己行在 設定一下 老師知道有這個地方嗎 有的可能沒有特別 用過對不對 因為搜尋工具你要另外打開 但是呢 後來還有增加 就是有關於 所謂的版權的部分 您可以在這邊再做搜尋 原則上比如說我們就非商業性使用的 對不對 你就可以點這個 大概有搜尋過的 有經過這樣過濾過的 結果一定會再更少一點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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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